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些比较常见的 Discrete的Distribution 那记住Distribution就是分配或者分布 一个Distribution就是一个RandomVariable 在时速线上面所产生出来的 Probability Measure 几率测度 那这边的所谓的Discrete 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Distribution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随机变数在那里 那个随机变数是Discrete的RandomVariable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称它为Discrete的Distribution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 很多RandomVariable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 在实用上比较常见的 Discrete形态的RandomVariable 它的Distribution是什么东西 那一开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 有一个叫Fenouli Distribution 一个叫做Binomial Distribution 那记住当我讲一个Distribution 给它一个名字的时候 好像我只谈论的 这一个Probability Measure而已 对不对 但是每一个Probability Measure的背后 都有一个随机变数在那边 它其实是描述随机变数的 那个几率测度是什么 所以当我讲一个Distribution的时候 事实上你要知道说 有时候我也会讲说 这个RandomVariable 是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它背后是事实上 是有一个RandomVariable 在那一个地方的 那今天讲课的时候 我会让这一点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Binomial是一个人名 他是一个数学家 那我们中文有时候会把它翻成伯努力 那这是用它的名字来命名 因为是它提出类似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叫Binomial 那Binomial就是二项 那这个东西跟 之后你会看到 跟所谓的二项展开式是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Distribution 它要描述的现象是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要描述的现象是 你在做实验 那这时候你有一个Basic的Experiment 那它的Simple Space是P0 那你是Omega0 那Omega0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个Probability measure定义在上面 那这个Probability measure会对Omega0的任意的subset都定义出来一个机率值 那这个实验呢 这个Basic的实验呢 我们要让它Repeat n次 那这一个Binomial这个东西是在描述说 n次里面的某个状况它的机率值是多少 所以记住现在我有一个Basic的实验 我要它重复n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Example 比如说之前我们讲的 Sample with Replacement 这个里面有一些球 有红球有白球 每次抽球出来了之后 我记录球的颜色 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那或者是说 我要从全班的学生里面抽n个人出来 抽完了之后 我要把它放回去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这个Basic的Experiment 它的可能发生的状况 就是做一次实验的时候 它会发生的状况 那我可以不断的抽嘛 我可以不断的抽嘛 那抽了n次的时候 它的可能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多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一下 它的这个Sample Space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比如说是丢铜板 那这时候的Basic Experiment是什么呢 丢一次铜板 那它会出现的就是正面或者反面 那这时候的Probability Measure 是随着它正面跟反面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Fail Coin 正面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反面出现的几率有多大 这个方式来描述它 那这时候如果你丢了n次铜板呢 你丢了n次铜板呢 这时候你的Outcome就变成 这个n次所形成的Vector嘛 每一次记载着就是第i次 你丢铜板的时候出现Head还是Tail 这样子的Outcome 那还有就是之前我们讲的这个赌轮盘的状况 你赌轮盘的时候你每次都可以赌相同的东西 那这时候你每一次的输跟赢就变成你的这个Basic Experiment Omega 0 那它就有一个固定的几率在那里 那这时候你赌轮盘你可以赌n次 那这时候赌n次的这个状况就会让你 在每一次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Omega 0里面的Outcome 所以呢如果我做了n次的话 那对于n次对于n个tri的Sample Space我可以怎么样子写呢 你记住这个Omega 0基本上是做一次的时候出现的Sample Space 如果你做了n次的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它可能出现的Outcome会是什么呢 那这时候Omega我令它为n次的时候的这个Sample Space 它里面的任何一个Outcome呢 其实我都可以用一个向量来代表它 Omega 1代表第一次出现的结果 Omega 2代表第二次出现的结果 一直到Omega n这个样子 那这时候你的这个Omega i 每一个都是属于这一个Basic Experiment里面的Outcome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我的这个Sample Space 本来由原来的一维变成这边的n维这样子的向量 那这样子的状况就可以足以表示 n次的tri所出现的Outcome是什么东西 所以从一维扩展到n维 那这时候我们一个符号表示是 就是大Omega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closed product在一起把它变成n维这个状况 那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Omega 0的n次方 这样子代表它 那你可以注意到在这边其实出现的是List的状况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每一个位置各自都可以摆 Omega 0的所有的Outcome进来 第二个位置也可以摆Omega 0的所有的Outcome进来 那它所形成的所有的这个向量的组合 就是大Omega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List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你做了n次之后 你的Sample Space会从这个Basic的Experiment的Sample Space 拓展成为n维这样子的状况 那接着我们来加一个假设 加一个假设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事件 你这边有好几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 dependent on其中的某几次try 第二个事件 也dependent on其中的某几次try and so on 然后呢 这些事件所dependent on的try 都是不一样的try 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有不同的different different的k1 k2 一直到kr好了 那它们都是介于n跟1之间的正整数 那如果我有一个事件a 它是由k1,k3,k10的try 所形成的 那b事件是由 比如说k2,k5,k8 这些事件所形成 那它们之间就是independent 它们之间会independent 那我们再举一个实例的状况来看 比如说你在丢铜板 如果你有一个事件 是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丢铜板的结果所形成的 比如说第一次丢要head 第二次丢要tail 第三次可以是head或者tail 这样就形成一个事件嘛 对不对 它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丢的时候所形成的 然后呢 你有另外一个事件 它是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 丢的时候所形成的 那我们假设 前面这个事件 它只depend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丢 后面这个事件只depend上 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丢 这些try是不同的try的话 这两个事件是independent 换句话来讲呢 你前面丢的那三次出现什么结果 不会影响到后面的事件出现的几率 那你可以直觉的想想看 我如果丢筒板每次丢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这个实验 不断的重复的话 并且每次丢筒板的时候 它跟前面的结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这时候condition independence的概念 要从condition上面来讲嘛 independence的概念 要从condition上面来看 condition在前面几次出现的结果呢 不会影响 不会改变到我下面要丢那一次实验的几率值 这时候就是出现所谓的independent 所以这边所谓的differenttry 你要先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来看好了 比如说是di次的try 那这时候我预期它出现一个a 这样子的a属于omega 包含在omega0这样子的实验 那这时候呢 di次try出现这个 di次的try出现a这个事件 它如果从大omega这个simple space上面来看 它所形成的事件是什么 di次的try出现 di次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出现了a的这个结果 那这时候 比如说 a是在di次的时候 那前面i减1次可以出现的结果 是所有的omega0都可以 再往前呢 也都是所有的omega0都可以 但是di次必须出现这个a的这个集合 那之后呢 也都是omega0都可以 and so on omega0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成为a' 那这个a'就是它只受di次try的结果影响的事件 它只受di次try的结果影响的事件 那其他的try出现任何的结果都可以 所以di次try所形成的事件 写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比如说你现在又有一个dj次try 并且 并且j不等于i的话 那比如说dj次try我有兴趣了解b这个事件 b这个事件 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 b是在dj次t dj次做实验的时候 它要出现这个b的结果 那前面呢 所有的都是omega0 那后面也是一样 那我们把这个定义成为b' 所以这个 这种事件 就是只受dj次try影响的事件 这种事件就是只受di次try影响的事件 那如果我们把它用图形画出来 比如说 这是第一次try 那我现在假设omega0 是等于实数线好了 那假设这边的omega0 也是等于实数线 那这是第一次try 第一次try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结果 它落在这个实数线上面 那这时候我有可能有兴趣的是a 这个集合 那这时候di次try 是实数线出现a 如果从这个二维的空间上面来看 它是什么样子的集合呢 它就是整个其他次的都是任意的这个集合 所以它在这个上面是可以是任意的值 但是它在这个实数线上面 它只能出现a这样的集合 那如果是 比如说这边出现了一个b 第二次我在意的是b的这个集合的话 那这时候你可以横画出现的 这一个集合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出现b的集合 那第二次出现b的时候 第一次你就不在意它到底是任何的outcome 所以这时候它会是整个这个区域 所以第二次的try出现了某个结果的时候 其他的try的结果可以是任意的 那它就会形成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加的这个假设 我们加的这个assumption 就是说这些事件 彼此之间是independent 我们曾经定义过independent 所以这边就是a'跟b'的这种事件是independent 那如果根据定义来看的话 如果根据定义来看的话 a'跟b'是independent的意思 你就是去检查它们之间的交集 是等于各自几率值 交集的几率值是等于各自几率值相乘 那在这个状况底下 它们交集就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的几率值 等于这一块的几率值 乘上这一块的几率值 那这时候就形成所谓的 不同的trise independent 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现在我们加上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想象一下 当我在做这n次的实验的时候 我出现了前面几次的结果 知道了之后 对我要了解下一次的几率值 没有任何的改变 它没有任何的帮助 这就是这边independent的含义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样子的distribution里面 我们有兴趣的 那个我们有兴趣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记住 现在我们定义了omega 定义了sample space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这个 base experiment的omega0 我们有某个事件A0 包含在它里面 然后呢 我想要知道A0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事件 在n次的try里面 刚好出现k次的几率值是多少 所以记住现在 比如说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每次就从全班同学里面抽几个人出来再放回 我想了解说抽到三个女生的状况 发生多少次 比如说我这样抽总共做了100次 每次抽有时候抽到三个女生 有时候抽到五个女生 有时候抽到十个女生 我想知道这个100次里面 抽到三个女生 发生了10次的几率是多少 发生了15次的几率是多少 发生了20次的几率是多少 这就是现在我想了解的这个几率值 好 那我们曾经 我们曾经讨论了所谓的随机变数 那我们现在就用随机变数的方式 来定义这个问题 之前我们谈论过就是所谓的sample space 其实是可以在sample space上 直接计算这个几率值 但是既然我们讨论了随机变数 我们就看看用随机变数来定义这个问题 可以怎么样子的定义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用随机变数来定义这个问题 Problem Formulation 所以现在我们你看 你看一下 这个A0是在Base Experiment的sample space里面的一个集合 那我现在认AI是什么呢 AI代表的就是你在做DI次TRI的时候 DI次TRI的时候 如果只看DI次的话 它的sample space是这个 所以在DI次TRI的时候 A0发生了 那这个集合我就叫它AI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A1就是第一次做的时候 这个事件发生了 那A2就是第二次做的时候 这个事件发生了 那刚才我们有讲说 每一个TRI它各自的这个事件 如果放在大Omega底下来看的时候 它要怎么样子表示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A1我可以怎么样子写 A1我可以怎么样子写 A1呢 就是A0第一次出现A0 第二次的outcome可以是任意的Omega0 那A2是什么呢 A2就是第二次的时候出现了A0 这个事件 但是其他次都是Omega0 那相同的 一直做到Dn次 An就是Dn次的时候出现了A0的这个事件 但是其他部分都是Omega0 这个是把A0在DI次发生这个事件 用大Omega里面的outcome来表示的时候 你会得到的表示是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来定义随机变数 这个定义随机变数里面 我们定义一个X等于这些随机变数加在一起 那这边的每一个随机变数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indicator function 在lecture nodes4至11页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这样indicator function 对某个事件 它如果发生我们就令它为1 它如果没有发生就令它为0 那基本上它就是把Omega里面的A印到1 所有的A complement印到0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定义了这样子的事件 所以这个事件请大家check一下这个lecture nodes page10至11 那这个事件呢 它会出现的值就只有两个 这个random variable这不是事件 这是一个random variable嘛 所以这个random variable代表的就是说 A1如果发生的话 它就是1 要不然它就是0 A2如果发生的话 它就是1 要不然就是0 所以这个random variable会出现的值 要不然就是0 要不然就是1 要不然就是0 要不然就是1 那记住 它们都是定义在大Omega上面的MAP 它把大Omega上面不同的集合 印到1或者印到0 这样子的状况 那如果把它们出现的值 随机变数到时候会出现某一个值嘛 如果把它们的值加起来呢 加起来这时候 形成的就是随机变数X 那X的含义是什么 这里面有可能是出现0或者1 这里面有可能是出现0或者1 所有加起来的话 所得到的值就是1的个数嘛 对不对 那1的个数在这边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A0在这个N次里面总共发生了多少次 所以这个的含义基本上就是 Number that A0 occur in the entrance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上面我们想回答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就变成这个Random Variable 出现了一个K的值的几率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随机变数来描述它 那Probability这个X出现K K改变的时候 那这时候所形成的不就是这个Random Variable的PMF吗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所以这时候这个几率值 事实上就变成这个Random Variable的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那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边的A1到AN 它们都是定义在大Omega 0上面的 它不是一个Omega 0的Subset 它是定义在大Omega 0上面的 那还有就是A1到AN 这时候它们是彼此之间是Independent的Event IndependentEvent我们之前就讲过 任意几个的交集的几率值就等于各自几率值相乘 对不对 那为什么它们是Independent呢 因为你看 第一个A1是由第一个Tri所形成的事件 A2呢是由第二个Tri所形成的事件 AN是由第N个Tri所形成的事件 它们都是不同的Tri所形成的事件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A1到AN彼此之间会是Independent Mutually Independent 所以现在的问题变成 我想要算这个Random Variable的PMF是什么东西 那记住原来的问题是想了解 在N个Tri里面 某个你有兴趣的事件 发生了多少次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用这样子的随机变数来表示的话 它就会变成这个X这个随机变数 它是Number of Alien occur in the Entry的PMF 那还有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 你看这个是Random Variable 对不对 它是从大Omega这边 印到实数线上面的一个随机变数 这个呢也是Random Variable 这边每一个都是Random Variable 所以这边 这边有这边这个Problem Formulation 呈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使用随机变数来描述你有兴趣的现象的手法 那这个以后你要学起来 以后会经常性的需要使用随机变数来描述一个现象 那你可以看得到 这边所有的这个随机变数都是从Omega 印到实数线上面的一个函数 好 好 到这边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如果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赌轮盘的意志 那赌轮盘的例子之前在Lecture Notes Page 2-3就有讲过了 那这时候我们赌的是红色 红色会出现 好 那假设你赌了4次 你重复这个实验 这个这个这个 Basic Experiment 就是赌轮盘 好 重复了4次 你想知道 中间你有2次赢的机会有多大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令 这个Omega i Omega i 他是第1次Game的时候你赢的 所以这边的Omega i 这边的Wi Wi就是像刚才的AI一样 好 那这边的Omega 0是什么呢 这边的Omega 0就是赌一次轮盘 那我现在 总共赌了4次 所以 我的Sample Space 变成Omega 0的4次方 那我现在有兴趣的是 某一个A0 A0是什么东西呢 A0是 赌一次的时候赢 发生了 好 那在这个 Omega 0里面 这个 这个 Omega 0的4次方 也就是说等于 Omega 0里面 在Omega 在Omega里面呢 在Omega里面呢 他就会分成 第1次赢 第2次赢 第3次赢 第4次赢 这样子的事件 那 Wi Wi 我们就令他为第i次 玩这个Game的时候赢 那 Li 我就令他为第i次 玩这个Game的时候输掉 那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 Li 输掉基本上就是 影的Complement 那之前我们也有讲过 你赌红色影的话 几率是19分之9 所以我们现在就定义它为P 那 如果你赌 这个 你输掉的话 几率当然就是19分之10 因为它是Complement 所以 1-P 我们就定义它为Q 那现在呢 这个 我们令这个随机变数 EW1就是第一次的时候你赢了 出现的就是1 第一次你输了 出现的值就是0 所以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这边也是随机变数 这边也是随机变数 代表 每一次玩的时候是 赢 还是输 用0跟1 代表你是赢 还是输 这样的状况 那把它加起来 它就变成 玩4次里面 你赢的次数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要观察 你赢 两次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算这个 随机变数 等于2的几率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随机变数 等于2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在4次里面 你在4次里面 你赢2次 换句话来讲 在这4个 4次出现的集合里面 有2个一定是W 有2个一定是L 那 这个4 这个4次里面呢 可以赢的 那个 那一些try 可以是4个里面 认取2个 也就是说 你这边可以是第1次第2次赢 第1次第3次赢 第1次第4次赢 第1次第2次第3 第2第4 第3第4 所有这些可能的状况 就是4个里面 认取2个位置 来摆 赢嘛 然后呢 剩下的位置 你就要摆 输掉 L 所以 这个 赢2次 你就可以把它拆成 这样子 不同的6种状况 记住 所有这些状况 是Mutually Exclusive 你可以检查看看 这边的任意两个集合 他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你不可能 这边的某个outcome发生 这边的某个outcome 也发生 他们之间是没有交集的 所以如果他没有交集的话 这时候我们要来算 这个东西的 几率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把他们各自的几率值 加起来 所以这时候会变成 各自的几率值加起来 因为他们之间是Mutually Exclusive 然后呢 之前我们有讲 W1 是Depends on 第一次Try W2 是Depends on 第二次Try and so on W3 W4 他们都是Depends on 不同的Try 不同的Try彼此之间 Independence 所以这些东西彼此之间 Mutually Mutually Independence 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 定理 就是说你如果 这边有一个Event V1 他摆的是 W1 或者W1的Comp 这边也是一样 有一个V2 他摆的是 W2 或者W2的Comp and so on 都是一模一样的状况 B3 B4 那下面这些东西也是一样 Mutually Independ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状况底下 如果我要算 这四个事件 同时发生的几率呢 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Independent 所以他就等于 各自的几率值相乘 OK 所以这时候 各自的几率值相乘 你就得到什么呢 这个W1要发生的话 几率是P 这边几率也是P 这边几率1-P 这边几率1-P 所以乘起来就得到 两个P 两个Q 这边就变成P平方 Q平方 相同的 这边每一个事件 根据这个定理 他都是Independent 所以这个等号在这边成立是因为 Mutually Independent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总共有六个不同的集合 连集起来 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等于各自相加 每一个算出来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 每一个 都是两次成功 两次失败 就是他们几率只乘在一起 因为Independent 所以变成他们几率只乘在一起 所以就得到 这个是六倍的P平方 Q平方 而这个6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6 事实上 就是 你在四个位置里面 认取两个位置 百成功 所产生出来的 组合 也就是说这边 有六个不同的unit 好 那这是这一个例子 我们 可以看得到在N次 赌轮盘的状况底下 你赢了两次的几率只是这样 那 这一个example呢 事实上 就可以 为我们 现在如果要推倒 X的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带来一个很好的这个范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回想一下我们前面的状况 我们 产生了一个大Omega 因为我现在要做N次的实验 所以 他会从Base的experiment 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想了解 N次的实验里面 某个A0这个事件 发生了多少次 那这时候我就定义出来 这个A1 一直到 AN这些东西 令这些随机变数 为他发生是0或者1 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加起来 就变成 A0发生多少次 那这是一个随机变数 一个随机变数 就有他的pmf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pmf 基本上就是 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几率值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pmf 这时候推导出来 是什么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有 A1到AN A1到AN 就是刚才定义的 那个方式 他们都是 大Omega上面的 那个 那个 subset 然后呢 他们是independent 并且每一个AI 发生的 几率值 都是P 也就是说 A0 这个东西在 Omega0里面 发生的几率值 是P 那我们现在令 x是一个随机变数 它是等于 这一些indicator function 加起来 然后如果是 k等于0 到AN的时候 这时候可能出现的 x可能出现的 它是可以从0到N的 那这时候它的 几率值 会是多少呢 它几率值就是 N取K P的K字方 1-P的 N-K字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证明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证明 这证明其实跟前面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们用这个图来 先表示一下 你有第1个位置 你有第2个位置 一直到第N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要摆 每一次做实验 出来的outcome 那这时候出来的outcome 我只在意 A0这个事情是不是发生嘛 所以出来的outcome 我可以摆1或者0 代表它发生或者不发生 也就是说 这时候 这边的 可以摆的数值 就是 这一个random variable 出现的值 相同的 这边也可以摆1或者0 这边也可以摆1或者0 and so on 那假设 这个实验做完了之后 出现了0 这个实验 做完了之后出现1 这边 做完出现1 and so on 这边可能出现0 那这时候你把这些数值加起来 他就等于 x的值 x的值 事实上就是这些random variable 出现数值 的合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数值 如果是等于k的话 他的机会他的几率到底多大呢 那 模仿我们刚才的例子里面 事实上你这边要摆k个1 你就是从n个位置里面 认取k个位置出来摆1嘛 所以这时候你总共有n取k种 不同的 这个取法 你要取k个位置出来摆1 你这个k个位置决定了之后呢 比如说 这个 我现在选到的是第1个位置 一直到第k个位置 我要摆1 剩下的要摆0 那这时候 就会变成就是说 这个位置要摆1 所以a1要发生 这个位置要摆1 ak要发生 这个位置要摆0 所以 这个 an加1的complement要发生 and so on 你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交集 根据independence 这些东西彼此之间是independence 所以他就等于各自机率子相乘 乘出来之后就是p的k次方 1-p的n-k次方 然后对这边的这么多种不同的方式呢 这边的值如果改变的时候 算出来的还是一模一样的机率值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symmetrics 一样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他的机率值就会变成 这个n取k 代表的就是说 从n个位置里面 我要取k个位置来放1 放完了1之后 其他的要放0 那这样子的事件发生的机率值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要累积所有 不同的k个位置 的话 就是把这个机率值乘上n取k 那你就可以得到 这个他的pmf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pmf就是 这个random variable的distribution 描述的是 他出现了 k的时候的机率值是多少 那pmf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图形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n如果是等于10 也就是说你做了10个try的话 这边是p等于0.1的状况 这边是p等于0.5的状况 那你可以看得到 p等于0.1的时候 这个随机变数容易出现的值是什么 p等于0.1的时候 代表这个事情 不太容易成功嘛 对不对 所以 这边的 01 你预期会多还是少 预期会发生的机会很小嘛 1会出现的比较少 对不对 那这时候把他加起来 出现的值在 012 这边 机率就比较大 但是他要出现大的话 机率值就很小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pmf就 歪到一边去了 歪到某一边去了 然后呢 0.5的时候呢 0.5的时候刚好是对称的 为什么他是对称呢 这边0.5带进去 这边0.5带进去 后面也是0.5 前面也是0.5 变成0.5的n次方 OK 所以他就形成了这个对称 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 后面的部分 对所有的k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前面 n取k这边不一样 那n取1是等于 n取n-1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形成对称的状况 那你可以再想象一下 如果p 这个值很大呢 p很大的话 在这边 你就很容易出现1嘛 对不对 很容易出现1的话 加起来的值 就是偏到比较大的这边来 所以在那个状况底下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的distribution 会 他的pmf 会往 这一个地方 偏移过来 会是这一边的值 有比较大的 distribution 所以这是随着p改变的时候 这个pmf的长相 是什么样子 大致要了解一下 那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 这一个random variable 他的distribution 是什么 我们之前讲过 pmf cdf momentual random function 只要给你任何一个 这个distribution 就完全决定 那这边给你的 是pmf 这个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有一个exize 这个exize 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 给你 这个函数 给你这个函数 假设 你没有看到上面这些证明 这些 这些证明都不存在 有人给了你一个 这个函数 然后 要求你证明 这是一个pmf 要求你证明说 这个函数 我给你的这个函数 是一个pmf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做 我们之前有讲过 一个函数如果满足了三个条件 它就是 一个pmf 好我们这边有讲过 你一个函数f 只要满足了 1 2 3 它就是一个pmf 1是什么呢 大于等于0 2是什么呢 他的 除了有限的几个之外 其他的纪律值都是等于0 3 3 3是什么呢 所有的纪律值加起来等于1 所以在这时候 你就要回来检查 这一个 你就要回来检查 这个函数 有没有满足这三个性质 所以这时候你要 check 1 2 3 0 Lecture notes page 4-5 1 1跟2 1要证明它是 大于等于0的 这个比较简单 2要证明它除了在有限的几个里面 其他的有纪律值之外 其他的都是0 这也很trivial 第3要证明什么呢 所有东西 加起来等于1 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 对于3呢 你要用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一个公式 3 我们会谈到一个公式 我会把它 就是标记成为这个三角形1 这个样子 那这给你们当exys 来练习 好 所以 这是 这个 这两个部分呢 有一个 像是 if 我有这个随机变数 then 它就有这样子的 这个 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那这个 像是倒过来的 if 我有这样的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是具有这样子 这样子的probability mass function 就是有点像是倒过来的方向 的证明 好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随机变数 我们叫它 这个binomial 这个x的distribution呢 也就是这个pmf呢 我们就是称它为二项 分配 binomial distribution 那等一下我会解释原因 那这个里面 有两个 部分 是 固定的值 一个是n 你重复了多少次的try 另外一个是p 每一次的try 有多少的机会出现1 那如果是n等于1的话 也就是说 你做这个实验基本上 只有做一次而已 只有做一次的时候 你会出现的值 就是变成这一个 要不然就是1 要不然就是0 这时候我们就称它为bernoulli 所以bernoulli是binomial的一个spatial case n等于1的时候的一个spatial case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 each 1 AI 这样子随机变数 这边有好几个 1AI 这个东西嘛 每一个 都是follow Bernoulli distribution 所以换句话来讲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状况底下 每一个都是Bernoulli 然后他们这些Bernoulli 由N个加在一起 形成的叫做Binomial 形成的叫做Binomial 所以 所以一个Bernoulli Distribution 它基本上是N个Independent 这个Bernoulli的Random Variable 加在一起 它是它的核 那这边的所谓的 Independent的Random Variable 我们要到第五章第六章 我们要到第六章才会提到 之前我们谈到的 Independent是定义在什么上面的 定义在事件上面 定义在Event上面 刚才我们谈Independent 全部也都是在谈这些 Event之间的Independent 那谈Independent的时候 我有提到过说 Independent是有定义在Random Variable上面的 那这时候就是 这时候这个 Independent的Random Variable的定义 就要到慢一点的时候才会谈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 For Definition of Independent Random Variable C 这个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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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Chapter 6 这是在我们未来的Lecture里面 才会提到的 OK 那这个Binomial 它为什么叫Binomial Distribution呢 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所谓的Binomial Theory 这个Binomial Theory就是 那个 二项展开式 你如果有一个A跟B的N次方的话 它展开来可以写成N取K A的K次方 B的N-K次方 那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A的地方 我如果带P进去呢 这个B的地方 我如果带E-P进去呢 那这时候 后面的这个部分 就形成了 这个Random Variable的PMF OK 那刚才我们不是有说 你要证明3的话 你要证明这些东西 加起来等于1吗 对不对 加起来为什么会等于1 这边我A的地方我带P B的地方我带E-P 这边就是带P跟E-P嘛 加起来就是1的N次方嘛 所以它的值就是等于1 你可以利用这个式子来证 这个式子我是把它标示为1 三角形 这个样子 那前面出现了这个N取K 就是之前我们讲 第一章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叫Binomial Cohibition 二项的系数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玩桥牌的时候 你 如果你玩桥牌 总共玩了9次 那现在SAUS 就是其中4家里面的 有一家是SAUS SAUS这一家 没有拿到S 没有拿到S 在9次里面 没有 有5次 至少5次以上 没有拿到S 的几率值会是什么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套用刚才我们的Binomial来看 现在的Omega0是什么 Base Experiment是什么 玩桥牌 发一次牌 那现在总共 玩了多少次呢 Omega0这个动作 这个实验总共重复了9次 所以这就等于大Omega 然后呢 现在我有兴趣的是什么 没有S发生 所以 No S 这个事件 是 Omega0里面的一个 包含在Omega0里面的一个事件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令AI 就是DI次玩的时候 没有S 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那I从1到9 那这个AI呢 就是包含在大Omega里面的事件 然后X我令它就是 每一次都是 这个A1发生 一直到AN发生 用0跟1代表它 所以它每一个都是Bernoulli 每一个都是Bernoulli 那它形成的就是Binomial 那这时候我想知道的时候 至少5次以上没有拿到S 就是X大于等于5的几率值 这个随机变数的值 至少要出现5以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要算 这个No S出现的几率值 No S就是说 在一次里面 你没有拿到S的几率有多大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52张牌 这个Source要拿到13张 所以它可以拿到的牌 还是52取13 如果它没有拿到S的话 4张S要丢掉 所以52减掉4之后 就剩下48张里面 它可以认取13张 所以在AI每一次里面 发生No S的几率值 是等于0.3038 我们定义它为P 那这时候我们有兴趣的 这个X它是一个Binomial 它是一个Binomial 所以它的PMF呢 就是9取K P的K字方 1-P的N-K字方 那至少要5次以上 没有拿到S 就是把它的PMF 从K从5的地方 一直加到9 5 6 7 8 9 这些的几率值加起来 它差不多是等于0.1035 这个样子 那这个就是 这个Binomial的一个 它可以Apply 这样子的例子 所以记住 这边 这边的每一个 都是Bernoulli 这边的每一个 都是Bernoulli P 然后还有记住 就是这边的A1 一直到A9 它们彼此之间 是Independent Mutually Independent 因为我们假设 就是你每一次玩的时候的状况 你前面几次玩 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跟下一次玩 出现的结果 彼此之间 没有关联性 所以前面出现的 状况不会影响到后面出现的几率值 并且它们之间 有相同的 Probability 这样子的状况 就会让X 或者是这一个满足说 它们彼此之间都是Independent的Bernoulli 然后加起来是变成一个Binomial 那这时候它的PMF自然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好 那让我把这个讲完 那证明我们下次再来证好了 所以你现在知道有一个X 它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的PMF是这个 类似这个样子 N取K P的K之方 1-P的N-K之方 那之前我们讲过 一个Distribution 我们要大致描述它的长相的话 你可以用Mint 可以用它的Valience 对不对 那Mint描述的是 这个Distribution的中心点在哪里 Valience描述的是 Distribution的胖瘦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Binomial N-P 就是做了N次的TRI 每一次TRI成功的几率是P 它的Mint跟Valience呢 写出来就是Mint是等于N乘上P Valience是等于N乘上P乘上1-P 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证明 但是这边我们先要看一下 它的直觉的解释是什么 Intuitive Interpretation 你现在如果有一个随机变数 它是一个BinomialNP 所以这一个随机变数可能出现的值 就是0123一直到N 那每一次 每一次它是 每一次的这个BinomialTRI成功的几率是P 为什么这样子的Random Variable 它的Mint就是N乘上P N乘上P 你想象一下P如果是0.1的话 N是100次的话 N乘上P是什么 100次里面 每一次我预期它会成功的几率是0.1 100次里面 你预期它会成功几次 大概是10次左右 对不对 N举P就在讲这个东西 所以它的中心点就是在N乘上P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的Valience是N乘上P乘上1-P 那这一个的Intuition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P乘上1-P 这是一个P的二次多项式嘛 那这个二次多项式在哪里有最大值呢 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0 这边是1 它在1分之1的时候有最大值 它得到的最大值是什么呢 4分之N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图形 为什么 那我们先记住一点 Valience是描述一个Distribution的胖瘦嘛 对不对 它距离面分散的状况到底多大嘛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 如果你的P很接近0的时候呢 很接近0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你预期它的PMF 你预期它的PMF会长得像什么 它如果很接近0的话 这边几乎都不会成功嘛 你每次做了N次之后 经常出现的都是0次成功嘛 对不对 所以它的所有的值 几乎每次都是聚集在0这个地方 那它的分散的状况会怎么样 它就不容易分散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所以这时候它会比较瘦 那如果你的P很接近1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几乎每次做都会成功嘛 那这时候这个随机变数 X会产生出来的值每次都是N 所以你每次看到的都是NNNNN OK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它远离它的面应该也在N附近嘛 它远离面 远离的程度就会很小 OK 所以在这些状况底下 它们的Valience都会很小 那在这个时候最大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2分之1就是均匀的时候 它上海是对称的 它是对称的话 它的面刚好在中间 面在中间的时候呢 它跑到离面比较远的机会都还蛮大的 OK 那这时候它的Valience就会涨得比较大 所以它的直觉就是这个样子 当你P很小的时候 你的X会出现的值每次几乎都是0 当你的P很大的时候 你的X每次会出现的值 几乎都是N 那在那种状况底下 它会出现的值的震动摆盪 就不会太远 几乎都是在那个值 固定出现的值的附近 那这是这一个Valience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函数的一个解释 好 到这边为止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们就在这边下课 有没有问题 对